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非常的波折 现在教育部陆委会跟移民署 已经审查决议 同意37位的大陆师生来台参访 那萧续成就讲了 讲说这个就证明 陈建仁之前指控陆生来台统战之说 根本就是站不住脚 所以希望蔡政府不要再继续走 这样子抗中抹红的老路了 那当时陈建仁在6月26号的时候 就讲说这个活动规划 要减少作为统战的工具 所以就很矛盾 你先前在批统战 然后现在你们又通过 所以自己是不是先把这个立场跟想法 想清楚之后 再来搞这些所谓的统战之说 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AIT 因为现在北市本来是想要用这块地来做设宅 可是AIT反对 那现在看起来里长就讲说 这个扩建案已成定局 这些座谈会说跟李明这些居民的意见交流 看起来你们也只是走个流程 居民的意见对于AIT来说像是狗废火车 那AIT的立场是讲说 周边的建物过高的话 会让我们的内部被看光光 所以AIT的这个想法一定是在居民的这个需求之上 我们都要变成美国一节 就会让很多的居民是非常的不满 那甚至我们看美国现在台北关系 不是说坚弱磐石 被人家发现 国务院微调对台旅游警示的用字 因为国务院的领事局 其实没有调整这个警示层级 但是却移除了国家country这个字眼 所以人家讲说 这是代表美国什么样的一个挺台吗 坚弱磐石吗 这个感觉好像有点打脸了 我们台湾的说法 另外美国的媒体也提到一件事情 因为说这个看到了乌克兰 不是现在都得要拿急速弹了吗 因为拜登讲 这个乌克兰人正在耗尽弹药 他们弹药快用完 我们的也快用完了 华尔街邮报就讲说 那不就代表说 美国已经弹药有缺乏短缺的严重性了吗 换句话说 如果大陆对台用武的话 美国恐怕也无弹可射 看起来如果台湾台海有事的话 这该怎么办 现在看起来这个不妙的状况 不只是乌克兰 台湾同样也是 美国到底是不是把台湾当成了个战地 AIT的租效地来扩建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严正生教授就讲说 这可能是为两岸战争做准备 要提供美军直升机起降 有足够的腹地在这个地方 这个起降用最快的时间来撤侨 而且我们现在整体来说 这个面积会变成美国第三大的驻外机构 因为大概整体的面积会到12公顷 目前美国面积最大的驻外机构 是驻伊拉克的大使馆 有42公顷 2003年的时候 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就建造 整体为21栋的大楼组合 那还有周遭包含了这个围防 这个防爆墙 还有拥有自己的水源跟发电厂 被称为这个巴格达堡垒 而且你看到里面是弯弯曲曲的 就据说这个路都不能坐直的 因为要防止这个汽车炸弹 这样直接开进去 以前在这个伊拉克大使馆 就曾经有这种火箭炮的攻击 甚至还有这个伊朗想要复仇 所以这样子有攻击的这些事件 所以就是因为它是身处在战地 才需要这么大的面积 难道我们台湾现在也这么的危险 也变成像战地规格吗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们距离第二大的 这个大使馆的这个面积 差不了太远 他们是17公顷在黎巴嫩 我们现在是12公顷 已经名列第三了 已经比这一个亚美尼亚 都还要来得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黎巴嫩这边 他造价大概是308亿 CNN曾经报导 黎巴嫩才600万人 黎巴嫩的美国公民少之又少 为什么要在贝鲁特设立 比白宫大两倍的大使馆 其实在1983年的4月的时候 美国驻黎巴嫩的大使馆被炸 1982年 以色列对黎巴嫩大规模的武装入侵 1983年的时候 美国大使馆就发生了爆炸事件 这研判就是由一台300磅炸药的车 发起了这个恐攻 造成63人死亡 其中有这个10名是美国人 所以现在看起来都是身处在占地 非常的危急 那我们的AIT这个面积要排到这个世界 这个美国驻外的机构的第三大 现在目前才6.5公顷 要马上倍增到12公顷 难道台湾也变成占地 在美国人的眼中这样子来看待吗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好像也有一点巧合 因为当初2003年 美国要这个禁军 这个占领伊拉克 就是因为小布希讲说 那边有大规模的 这种伤害性武器 生化武器 我们台湾最近也要有了吗 因为这个联合报有报导出来 有这个P4实验室 难道美国要叫我们做生化武器吗 那这个其实总统府也好 外交部 国防部也好 都讲说联合报这个消息不是真的 那联合报今天就用了半版的版面 来跟这个总统府跟外交部来对战 他就说我们是有跟你们求证 是你们没有未评论真伪 对于我们这个会议文件 他还秀出那个会议文件的这个内容 你们的确有讨论到 那你们没有回应我们 那他们讲说 7月7号的时候 像国防部的发言人查证这个事情 7月8号的时候 国防部就讲说 这个有关这个敦促我们研发战机的事情 不是事实 然后在7月8号 记者第二度查证的时候 国防部就说 希望能够协助这个事情文件的真假 可是国防部的回应又是说 没有办法 这个美国没有协助规划这些事情 非属正确的这个事实 但是没有针对这个会议文件评论 到底是真是假 所以又变成一场罗生门 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 美国AIT在内湖的这个管面积的扩增 它本来已经非常大了 它现在进一步的扩增 而且要求周遭的防射不能够过高 我觉得其实已经很清楚显示 它在全球的使馆安全的这种评估当中 它在台湾的AIT的内湖使馆 是名列前茅的危险的 所以它要大 因为它必须要有些设施 它必须要有些功能 它必须要有些人员 这些设施是什么设施呢 那功能是什么呢 包含撤退 撤侨或者是进驻 然后某种程度的 有一定的守护防卫能力 然后当然它的角色显现得很清楚 各位你看 伊拉克是No.1最大的 美国现在在伊拉克 事实上是非常的危险的 然后不要忘记 阿富汗本来在克布尔的 美国的大使馆 事实上是更大的 那个基本上是比伊拉克的 就是首都的美国大使馆的 国中之国 比那个就是梵蒂冈还要大的 类似 然后你看到第三的就是黎巴嫩 然后接下来在台湾 我们台湾现在超越哪一个 国家的比例大小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是什么问题 亚美尼亚之前还记得吗 和亚赛拜兰发生战争 去年也都还在边境 所以很清楚 这已经很清楚的排名 也就是显现出 这个因为骗不了人 显现出他对于驻外使馆的安全性 他必须要用多大的面积 因为他每一项的这些规则 是一个基本的SOP跟要求 比如说举例而言 从1946年开始 美国在针对他所有的驻外使馆 领事馆 都会配置有海军陆战队的使馆安全团 他叫做Marine Corps Embassy Security Group MCESG 是这种ESG Embassy Security Group 因此海军陆战队的驻扎的人数的多少 它是一个旅籍单位 在海军陆战队 现在已经扩充到两个旅的这样子一个人数 在全球它的部署 所以当然都是以这个使馆所在地 当时所面临到的安全性 第一个是使馆的安全性 这个在过去的反恐战争当中 它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二个是所住在地点 国家或地区的安全性 就发生冲突跟战争 大家很清楚 也就是美国对于现在台海 发生冲突战争的评估 是认为是可行性非常高的 所以它这个内胡同 一开始的设计到现在的拓充 当然就是这样子考虑 至于说周遭的防射不能太高 怕看观光 骗你的 过去旧IT 为什么旁边的都是高楼大厦 对不对 而现在旁边为什么怕看观光 No 那是要方便直升机的起降的 就是说 尤其在内胡 它再过去一点南港 这边就有山 所以它并不是周遭 全部都是平地 因此它这个考虑 当然是不是相关的撤退 或进驻 什么样的进驻 部队的进驻 现在在台湾的美国的顾问 大概有四五十位 将来可能会扩充到两百位 会不会有更多 或者是撤退 撤侨 这些东西其实 我觉得可能大概都显示出 美国现在对台海情势的 安全那种评估 我觉得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认知 那这个东西当然是它的评估 我觉得你不能怪人家 对不对 但是我们自己要评估 台海安全是真的如 美国这样子的危险吗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对不对 那怎么样去防范 然后降低台海安全的危险 那马上就是我们这个选举的考验 至于这个批示 我觉得AIT的公 上一次的新闻稿 它其实已经实地无垠三百两 在这个事情刚揭露的时候 隔一天马上AIT有一个新闻稿 说美国是生物武器公约 也就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签署国 而这个公约里面讲到 签署国家不得发展 储存 使用任何生物武器 也不得协助其他的机构 其他的国家发展储存等等之类 这些生物武器 也就这样子 但是什么意思 那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批示事实上是存在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跟要求 因为今天联合报把那个公文 完全秀出来半板的面积就显现出 而且国防部各位 你看那个字 就是生物战技的批示实验室 而苏贞昌的回应是 这是美国籍的要求 泰总统特别重视 我觉得这很清楚 那至于生物战技 当然就是生物武器 但美国这边显现说 它可能跟国防部之间有一个落差 它只是要批示实验室 但你知道批示实验室能做什么 能做生物战技 好 来问岳老师 对 我因为是在台大教书 我针对陆生来台获准 这件事情稍微评论一下 我觉得不管怎么讲 这个批准是有动机的 这个动机是认为两岸 尤其是年轻人 尤其是学生交流 非常好 非常重要 彼此之间相互理解 我们刚刚听到很多 不管是美国人做法也好 就是台湾自己实际上面对的环境也好 大家都不希望战争 所以说两岸交流 年轻人是我们的未来 对不对 但是我在这边要特别呼吁一下 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的话 大概还有几千的陆生在台湾 有的是做学位 有的追求学位 有的是追求交换 有的是短期访问 在这有一个问题的话 是涉及到他们基本的健康人权的问题 就是他们都不能够拥有健保 我利用这个时间就是强调一下 既然我们台湾是一个很进步的社会 而且我们也鼓励之间两岸的交流 再者的话 那么大人的事情不要搞到学生 那么健康的事情 不要给人家做阻碍 所以我是非常希望 就是说陆生在台湾能够获得健保 至少的话 这样子的话讲起来的话 因为我们不是一直很 觉得说是秩序 我们是一个健保的 一个非常富足的一个社会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陆生当中 是需要能够注意的事情的 另外讲到这个AIT扩增的时候 我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去过内湖的AIT 那非常非常大 大到你会觉得搞不清楚 如果是一个仅仅像是以前 因为大家以前都在大安那边的AIT 都去过去办签证的时候 就觉得说 好像美国AIT 主要就是一个办签证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但是这一次办签证的地方 可能连他5%都占得不到 那么我听到有些人 估计的底下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承认的 有200名的军事教官 因为我们买这么多武器 买了400多亿美元的武器 总得有人来交 这一交的话 有多少人交呢 目前公布说是200人 其实有些人讲说 绝对绝对远超过这个数字 到底是多少我们不知道 不过AIT的扩建 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不晓晓大家知不知道 美国人对自己的驻外人员 是极其保护 而且一旦保护不周到的时候 前不久 前不久还拍成电影 在利比亚 利比亚的时候 有个班加西 美国大使馆大使被打死了 然后叛军攻进去了 为了这件事情 那个希拉蕊 还被反复的质询好多次 要检讨这个原因 检讨这个过错 所以说美国AIT 美国人对自己的驻外人员的保护 是无微不至 就是说是我在想 之所以要扩大 AIT到这么大 那么再加上前面就是伊拉克 还有黎巴嫩 也就是贝鲁特 也就很明显的说明 这些都是战乱之区 战乱之区的美国人 需要收到特别的保护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讲到他自己 是为了撤侨做准备 还不如直接说 他是为了维护防卫攻击 方面做的准备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张 我第一个 就是当初我知道 政府反对两岸的学生来往的时候 我当时非常的意外 因为我们一直自认为 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我们政府认为 对方是一个专制的国家 当这两个 这种不同的政治体制 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知道 我们对我们自己要有信心 我相信民进党 对自己一定很有信心 我们这么民主 对不对 你让他交往 谁会统战谁 一定是那个制度好的 统战那个制度不好的 好比说我今天在那儿 我觉得可能我没有言论自由 我到这来 我一看不得了 你们的节目 每天都可以这样子 去骂差英文 他想那我们为什么 不能骂习近平 你知道即使是政治学生 他心中也会有一些思想 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 所以政府要有信心 当你要说不让他往来的时候 其实代表的是他没有信心 那你为什么不让他来往呢 就让他往来 我拔不得王富林到台北来住一年 习近平来住三年 他会知道说到底是我们好 还是他好 对不对 你有信心你就这样去做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政府不容许这样阻止 是一个没信心的 对自己没信心 第二个我看到AIT的这个地点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跟那个 老师的那个一样 他在防你 你知不知道 他们就五百个人 他有多大的地方办公 他为什么搞那么大 一定是他怕有一天 跑不掉 跑不掉 我不要说中共过来好了 你知道这里的报名都有一天 可能会打他的 你谁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其实他搞这么大 只有一个原因 美国移台 就觉得你可能将来是保不住的 你将来有天可能会 掉过头来要打我的 所以我在这里要建一个碉堡 我一看完这个怀疑之后 我再去看谁比我们大 伊拉克 尼巴伦 果然都是很危险的地方 他把这里基本上看成是一个 非常危险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你自己政府对自己没信心 第二个 美国对你也没信心 大家都在怀疑你 你知道这两个东西 接着我想说P4这个 P4其实这个是一直都存在的 这是当初讲中正时代 就已经成立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为了要自保 我就举个例子好比说 你要防范疫苗 要防范敌人有这个生物战绩 所以你一定要有做这一方面的事 很早就有 非常机密 连国防部都没几个人知道 后来在沉水扁的时候 因为发生SARS 那陈水扁就去了这里去巡视 才突然 大家知道我们有个P4 两年前的时候 中央社发布一个官宣消息 蔡英文到那去把P4的所长 从上校提升到少将 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这个事情 两年多之前 其实这个东西我相信他们一直在做 只是他不能讲而已 他再说我早就在做了 美国叫我们做的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 其实他说的也有点道理 不是美国家 他一直都在做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给我 我们再度时 给事 Peng穿 我 帮助 装